台北县政府开办的免费公车自行车系统 由于事办情形良好 在今年的7月份开始 在板桥和中河地区增加了10个自行车的出借点 要让民众感受到绿色交通所带来的环保和便利 台北县政府去年开办免费公共自行车系统 并且提供5处自行车出借站 由于事办期间民众反应热烈 因此今年度7月开始再增加10个出借点 希望让民众感受环保的落实及绿色交通所带来的便利 大家不晓得走路跟骑自行车是很好的运动 所以身体就变得不健康 那我们希望台北县的县民都要是健康的 生活上都要是低碳的 所以就希望能够打造这样的公共自行车的租借站 那么现在全部都是免费 希望大家养成一个习惯 多骑自行车身体健康也可以减碳 对于环保的付出 让身处台湾的日本人也感受到 幸福极力促进美好生活的用心 環境問題というのは一つ一つが小さいことであるんですけども いろんな国々の人が少しでも環境のためにやっていくことが大事ですので そういった取り組みの中では自転車を利用して排ガスを出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いい取り組み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不管是国家大或小 只要是近一点点任何心力 从小朋友做起 或是从大人做起 每一个人都可以近一点心力的话 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赞赏的 新增加的十个出界点 目前设置在板桥捷运的江紫翠 新浦亚东医院三站 另外在县立板桥医院 万板双十路口 台电公司 四位公园 民生公园 和平公园 及环球购物中心 皆有设点 只要准备双证件 就可以申请免费使用 而自行车更配有车灯 利用运转即可发电 从自行车到节能车灯 出处都能体会 幸福在节能减碳的投入与努力 天外天新闻 张家正 杨文北线采访报导 杨文北线采访报导